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 我们再看 光明变照十方愿 苏我得佛光明有能限量 夏至不照百千亿 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 如果我成佛的时候 光明变照不可限量 最低限度也能变照百千亿 那由他诸佛岔土 如果此愿不成就 终不成佛 阿弥陀佛发的这一愿 是有超圣诸佛的内涵在里面 从佛的法身和报身来说 这也佛佛道土 但佛在他成佛的这样的果地上 他又有他的差异 所以经典当中说 有的佛光明照一由寻 两由寻 一佛差 两佛差 百千佛差 唯有阿弥陀佛的光明 变照无量无边的差弹 就是他曾经因地 发过无量光的这样的一个大愿 所以在果地上 无量光明就兑现了 就超圣足佛了 那阿弥陀佛他是 他建立这个度化众生的 有一个善巧方便 就是光明 光明作为他的大愿的载体 你这个大愿的这种信息 靠什么来传达 一个是光明 一个是明号 因为一定要传达到众生内去 在众生内发挥作用 他才能够兑现 圆满大愿 所以这个光明 就是阿弥陀佛大愿的载体 以光明来调熟 十方众生的根基 这就叫从体启用 正到了无量寿的体性 一定会起无量光的妙用 所以这个无量寿经 又称为十二光炉乃 无量光 无边光 无碍光 乃至于超日有光 这些光明 大家我列了一下 这些光明 它由度化众生 对峙众生烦恼的 妙用在里面的 光明 实际上阿弥陀佛光明 不仅仅是十二种 乃至有无量的光明 妙得来救度我们 尤其是 他说阿弥陀佛光明 变造十方世界 念佛众生 设取不是 阿弥陀佛光明 变造 但是你要接纳这样的 弥陀光明 一定要念佛 就好像电视台的电波 在发射 但你一定要用电视机 来收它的评号 信息 才能产生作用 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这就是感应道教 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 弥陀的光明就在产生作用 不念佛 它就跟我们不产生交感 所以后面谈到这个 叫做 接触到阿弥陀佛的光明 我们的身心就会柔软 我们的善根就会开发 我们如果就在三个道 遭受巨苦的时候 接触到这个光明 马上一些苦行的刑法 都会终止 这个触 这个触就是谈感应问题 你怎么能够触得上 我们说你人和人之间要接触 怎么能接触得上 接触就能通电了 你触不上 你就通不了电了 通不了电 你这个电源不过来 你电灯泡不能亮了 那么我们不去念 就有个电阻 在这里阻住了 你阻挡住了 这个电灯泡不能亮 一定是没有电阻 你的电源是畅通的 你能接触上的 这个触就是要我们心愿痴明 心愿痴明就是触 我们现在烦恼很重 阿弥陀佛的光明 阿弥陀佛的光明 它有对峙我们烦恼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在里面 比如大家说 哎呀 贪生痴 三毒烦恼 就在贪生痴三毒烦恼 这个光明来施视它的作用 比如我们的贪欲 贪欲就是淫欲性 这个现在有很多都是讲话 比较隐晦一些 贪生痴 原来翻译就更直接叫 淫入痴 那么这个世间众生的淫欲性 很自身 那这个弥陀光明 名号里面 就有一种强大的功能 来多多来对峙 就是清净光 十二光罗代有说清净光 就是专门对峙众生的淫欲性 当你有这个欲望心上来的时候 你赶紧去念佛 你就会感觉到它会转化 它有一种转化的功能 这个淫欲就像火一样燃烧 你这个清净光就能把你燃烧的火 变为一种智慧光 转化为智慧光 化淫欲火为智慧光 是在这个名号里面可以转化的 就是仁淫经的二十五种源通 那个 乌摩 这个叫什么 它就是修火 叫火 火头啊 火头就是 它原来的淫欲性很重 如何把淫欲性转化的 它修这个方法 这个转化你看这个 上次我有一个原来的学术界朋友 他也提过 一见到我就提个问题 说我也想信佛 想见佛 但我怎么解决性爱问题呢 这个问题太麻烦了 他也确实对一般人 他是觉得这个东西出家太难了 我倒是说你倒不一定出家嘛 你作为居士 你不需要把这个 你可以 这个 不是居士可以 不是断淫欲的 这个 但确实这个对很多人说 这是很 很大的一个挑战 尤其这个时代 他吃的东西 又有各种急速 他是各种外界 又有很多的诱惑 那也确实对一个 修行的人说 如果不能把这个问题处理好 他也确实很麻烦了 备受煎熬 所以你看老师念佛 你一天能念三万 五万 十万佛号 那很轻松的 就转化过去了 就升华过去了 如果不念佛 每天到晚 被那些妄想杂念 所控制 这个问题就是一个 很严峻的问题 非常严峻的问题 那个 梁淑敏先生 他有一个 晚年有一个 跟美国的一个教授 写他自传 研究他的人 对一个对话 这个很多研究 梁淑敏先生的人 都以为他以后就 他早年是很幸福的 十五岁就有出家的念头 到了二十八岁 他说他有个转变 虽然很多转变 有人以为他就不幸福的 转为奴家了 不是这么回事 他是梁淑敏先生 他说他十五岁就想出家 一直独生 保持随时出家的准备 只是到了二十八岁 他顶不住了 就结婚了 就结婚了 就把出家的念头放下 他顶不住 他说是个什么原因呢 他说如果我早就出家了 到寺院去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他正好二十四岁那一年 被蔡淑敏先生 请到北大去当教授了 一到北大当教授 跟这些知识分子在一起了 跟知识分子在一起 就有这些增强好胜的心了 你的观点这样 我的观点比你更强 有增强好胜的心 就把这个欲望调动起来 这个男女的欲望调动起来 这一调动起来就没有办法了 那只有结婚吧 他一结婚 他再也就把出家的念头就放下 是这么回事 不是说他就不信佛 他一辈子都是信佛的 所以最后晚年 他在1987年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 这个开章的 那个开末是一个 他还第一句话说 他前身就是一个和尚 就是一个参禅的和尚 所以梁苏明对佛法是非常了解的 他一辈子也是吃素 保持的 你看他晚年的讲话 真的像一个老和尚讲话的口气 非常平和 非常豁大的一种状态 所以这个 你说他是前身都是参禅的 因为老和尚到这个世界上 到了28岁都顶不住 更何况一般的人 所以这个赶紧好好念佛 再就是我们这个众生 还有诚恨的心 喜欢发脾气 这有欢喜光来对质 我们现在由于有贪欲 有诚恨就很愚痴 看不到事情的本末 现在众生真的很愚痴 所谓追求幸福 随机上就是得到的是痛苦 这个吃肉是对地球这么大的危害 对自己也非常的危害 他以为吃肉就能够身体健康 延年益寿 政府 那些企业也提倡 中国人提高体质 要吃肉也怎么回事 实际上吃肉给 现在很多的地球污染 是由于吃肉引起的 现在世界那些环保组织 包括一些 诺布亚的得主 他们也都发出了一个 很明确的一个信号 吃树拯救地球 吃树拯救的 这已经我们几千年的圣人 早就提出的一种东西 现在他们已经是 面临着要全军地球覆墓的时候 才知道吃树的好处 所以趁这个机会 我们佛教徒赶紧把吃树的理念 传达出去 形成一个大家的一种生存方式 你看现在吃的猪肉里面 多少极树 多少添加剂 多少污染的东西 人的身体吃进去 你看现在人 我最近这一两年看到很多 得了癌症的到这怎么办 透过他们我都能隐隐约看到 很多的毒素的食物产生的作用 又是肠癌 又是肝癌 又是肺癌 真是众生很苦 他不想得这个病 但天天接触到致癌的食物太多了 他也逃脱不了这样的供业 他又放不下肉食 再加上自己吃肉吃 所以吃了很多毒素 一看现代人 为什么连走路都感觉到 他很沉重的样子 他的毒素太多了 血脂又非常高 全身成那个酸气 然后人的肉都变成猪肉 牛肉 狗肉 羊肉 全身都变成其他动物的肉 污染了自己身体 又污染了整个的地球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人类的那种 鱼齿导致 叫他吃素吧 他还说用科学道理 吃素为营养不够 吃素这个不够 那个不够 就是这样 然后他就能听得进 营养不够 那我就要吃肉 就要喝牛奶 好啊 你就天天吃饮苦食毒吧 所以这个我们要有智慧光 就能对峙这样的鱼齿颠倒 就能使我们的眼光更远一点 现在人就是只看到眼面前 真是瘫一点刀刃上的蜜 马上把舌头割破了 这就是所谓的科技文明 逻辑思维 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 极端狭隘的这样的思维导致的 这就是内心无明啊 黑暗啊 所以智慧光要让我们了解 这个世间有违法的苦控无常 了解一些事情的因缘果报 最终让我们生起艳丽缩破 心求极乐的心 也许全球性的温食效应 排放量都降不下来的时候 更能启发我们的艳丽心 你还待在这里折腾干嘛呀 他们都有钱有势的 琢磨着想移民到火星去 我们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比它强得多啊 赶紧要发起这样的心 这是智慧光 以文殊制专修净土的一行三昧 脱离生死 那么现在我们的知见很颠倒 不是断见就是常见 无边光来对峙我们知见的偏执 现在我们内心的业障 烦恼很重 无碍光 阎王光 那种阿弥陀佛光明 非常的具有穿透力 在我们的内心世界 大放光明 阿弥陀佛光明 阿弥陀佛的光明都能够穿透到阿弥陀余的最底层 它的大愿不仅是度人道的众生 不仅度冤非暖动的畜生道 而且要度阿弥陀余最底层的 像无间地狱有十八层 十八层都能够下得去 如果还要十九层的话 十九层也能去得了 阿弥陀佛是这样的悲心 度尽阿弥苦众生 这个大愿那是超胜诸佛呀 是用它的阎王光 无碍光来完成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阿弥陀佛的明好光明 升起极大的信心 《无量寿经》说 你只要一昼夜撑阳赞叹阿弥陀佛的光明 决定往生 为什么我们要搞昼夜念佛 实际上昼夜念佛就是在撑阳赞叹阿弥陀佛的光明 因为我们每一身佛号都有着迷陀的光明 我们要生惭愧心 明好当中有光明 为什么我们还会昏沉 这说明我们的念佛还不肯切 还没有跟弥陀名号相应 你只要相应的话 每一束光明都起来 你还会昏沉吗 不会昏沉的 所以我们要全身心靠导这句名号 你不要有妄想杂念 这些昏沉这些睡眠都是妄想的产物 人是可以不睡眠的 只是我们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惯性 现在我们就在一昼夜 二昼夜给它一个突破 突破之后 我们的身心在迷陀光明 这样的一个圆龙的这样的交感当中 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 我们就能够做到二十四小时 每一身佛号都是清楚的 都也不会去磕磕碰碰 都有时候昏沉的 站在那里就不动了 不动了就堆下 亮亮强强的 像向前冲几步 甚至昏沉到什么 有那个 哎呀我就恨不得马上躺下来 躺在地下睡觉 就昏沉到这个地步 再也就是做逃兵逃跑 这个众生修行很困难了 但是我们一昼夜都要去做 一昼夜是能够做好的 你要了解这个迷途的光明的功德 你生起一种大的信心 大的那种勇猛心 哎 马上我们的光明在我们身上体现 虽然你可能还在昏沉 实际上你念一昼夜向来 我想你肯定会有感觉 还是觉得不错 还是觉得这个善后的 以后的效果还不错 如果你二十四小时 你真的是质量上去了 你整个的那个面容啊 整个真的是放光啊 那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能够连续好几天 度在这种符号当中度过 你出来的时候 你真的有一种飘飘欲鲜的感觉 完全像洗了一个澡一样的 非常非常轻松的这种感觉 迷途光明的特点 所以这个 而且它能治病 现在有种种问题的人 或者精神障碍的人 或者失眠症 或者忧郁症 实际上这都是黑暗的产物嘛 无名黑暗的产物 你只要佛号念出了光明的话 那一些这个身心的疾病 就在这个阿基陀药当中 得到了治疗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 弥陀的光明呢 真的是 这个把它的杯子 把它的威慎力量 把它救度众生的一切功德 都以彌陀光明作为宗介 传达给了我们 我们要仰靠彌陀光明去修行 好 第四个是 诸佛称名赞叹愿 使我得佛十方世界 无量诸佛 不惜知觉称我明者 不取正觉 这个意思就是 如果我成佛的时候 十方世界 无量的诸佛 无量诸佛就是非常多 老徒恒河沙那样的诸佛 都能称阳赞叹我的名号功德 如果这一愿不对现 我终不成佛 这是阿弥陀佛 是法神愿之一 这个愿是实施的很有必要 就是你法上菩萨建立的刹徒 很殊胜 很超觉 很第一 你的所有的度化众生的功德 也很殊胜 但是你要 这种事情要让大家知道 如果你再好 大家不知道 那就不行了 这就像很多搞企业的人 他要研发一个很好的产品 全套产品 但是他会同步的进行宣传 而且是不惜代价的进行宣传 这样他才产品一出来 又能够获增价实 大家知名度又高 很快他就会打开营销市场 那么阿弥陀佛在英帝 他虽然不是搞企业的 但是他要把这种事情 预先的设计好 设计好呢 他设计还很有智慧 这是称性而出的 你看这里 这种宣传弥陀名号功德 净土的这样的功德 这种事情 他没有让自己去做 实际上阿弥陀佛 他也可以说 我因地 我能也能够分身 他方世界去做 但是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你自己的东西 你自己去宣传 让人有疾险 老王卖瓜 自卖自夸 你怎么不能说 我多么了不起 我怎么懂呢 这不好说的 虽然佛是无我的 但是众生是有我的 觉得你老夸奖自己 你是别有用心啊 所以他没有让自己去做宣传 第二也没有让其他的 声闻菩萨去宣传 因为那些声闻菩萨宣传嘛 他还没有修行到家 人家不一定有很大的信誉度 最后他就设定 让十方祖父无量无边的佛去宣传 这就不一样了 那佛是一些智人 佛因为你能够得到佛的认可的这个东西 那这个众生就有信心了 所以这个阿弥陀佛 这个大运一建立完成之后 那真的十方祖父都在自己的刹土 来伸出广长实相 来宣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 宣扬赞叹极乐世界的功德 也都让自己坐下的行人 都到极乐世界去 那你说说这个 这不是一桩很容易的事情 这个阿弥陀佛的大愿 他的本怀 他的功德 没有相当的超胜祖父的高度 也不可能让十方祖父 心甘情愿地 让自己的弟子都到那去 这真是半生物生缘 微妙闻十方 阿弥陀佛名号的清净的名声 能够开悟到深远的地方 能够开发众生内心 无量的善根 非常威亚 非常奇妙 能够令十方祖父 众生闻得之后产生信心 那么由于他的名号功德 他是一个无我的 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利 所以十方祖父觉得 他这种名号功德 净土庄严 在利益众生方面最大 那十方祖父也都是无我的 都是利益众生最大化的 现在有一尊佛 已经利益众生最大化了 所以其他的佛 虽然他也有各种法门利益众生 但是不如阿弥陀佛的利益众生 这功德最大 所以佛十方祖父就把自己 退到一个第二线 把阿弥陀佛推到前台 把他作为主 所以十方祖父作为伴 主伴元龙 主伴元龙 俱德门 所以你看 在这一院就会出现一个情况了 阿弥陀佛在法界当中 知名度最高了 所以我们这个世间 无论信服不信服的人 他都会念南无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虽然他不知道阿弥陀佛怎么回事 他在欢喜的时候 悲伤的时候 恐惧的时候 赞美的时候 甚至接课 诵课的时候 都阿弥陀佛 他就能够有这么广阔的用场 恐惧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代表 叫爹叫娘 叫天 赞美的时候 哎呀 这是个好事 还甚至 还可以以讽刺人的口径 这个人没有什么用 阿弥陀佛 说这个人没有用阿弥陀佛 他这个 做负面的引起 这个意思 他也是用了阿弥陀佛这个代号 哎 这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 不幸福的人都念阿弥陀佛 连自己 自己这个地方的 释迦牟尼佛 反而没有多少人念 这个出现这种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这一院的 大院的 对现 也许会有人说 这个佛教应该是无我 不追求知名度啊 那阿弥陀佛在这里怎么追求知名度啊 这个里面就一个否定之否定的 对我们凡夫的这个修行的人来说 是要远离这个名誉啊 知名度啊 明文极力想啊 奴剑斩人头啊 像我们这些 这个人怕出名啊 猪怕壮啊 出了名不是好事啊 有多多多多一些明星什么 最后出了名 搞得一点自由都没有 非常非常无奈的说 有什么方法让我不出名 但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出名 因为这个追求知名度 是他的我直的表现 虚荣心的表现 一点水平都没有的 哼几十歌 别人站在家 他很高兴 我又有粉丝了 就是这样的 他就是 哪怕花点钱 对有些人出于这个 就搞一个世界名人录 你给我多少钱 我就让你成为世界名人录 你哪怕是一个切菜的 也成为这个 一级厨师 营养学专家 你动你是个剃头的 也是这个美容师 反正进名人字典 你掏几百块钱 给你上个名字 他一拿到 我都是世界名人了 这个人的追求这种 名的这种烦恼是非常非常重的 但阿弥陀佛他不是这个样子 他首先是 已经是破了我执 破了法执 然后他这个名是完全利益众生的 这个名对佛来说 不相干的 但是这个未度众生故 你不让大家知道这个名 你就度不了众生 有这个因缘 他要施舍这因缘 所以一切是以众生心为主 不是阿弥陀佛 还有虚荣心 一定要追求一个知名度 而且不是一般知名度 十方法界都要知名 那他的这个求名心太大 求名心太大了是他的悲心太大 利益众生的心太大了 是这样 不要用我们凡夫的这样的心 去看待这一愿 好 请看下面 十念皆生我国愿 舍我得佛 我时封众生自心信要 预生我国乃至十念 若不生则不取正觉 为处忤逆 诽谤正法 这一愿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了 这个也有很多在说 这个这一愿确实是从信心下手 十念皆生我国愿 看起来很容易 实际上并不容易 如果我成佛的时候 十方世界一些众生 听闻到我的安乐尽头 弥陀名号的功德 都能生起自诚心 自信心 自乐心 这种大的踊跃欢喜 自愿生到我的岔度 那么这样的人 拿念佛号乃至实生 就能往生 如果 信任实名实生 不能往生的话 我终不成佛 那么这一愿 唯有犯五逆重罪 而又诽谤正法 犯这伤从罪的人 不为这一愿属事 这愿确实是 表达到阿弥陀佛的 大慈悲 大智慧 的一种 救度众生 无条件 不失门槛 只要你信愿 从你的行识来看 只要念十声 甚至包含 只要三声 五声 一声 都能往生 这里面就是 法藏菩萨五大节的思维 他要平等 普度一切众生 一定要找到一个 所有众生 都能够下手的 一个法门 这里面 不能设门槛 也设一个 某个条件 他就有一部分众生 排斥在这个条件之外 为了实现 无条件的救度 就是以信愿下手 专辞名号 他就能够获得 平等普度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 这一点 这一页没有告诉我们 要功夫成片 没有说要一心不乱 没有说要修禅定 要开悟 要修很多福德 要广度经典 要这样 要那样 什么都没有 非常干净 我们讲干净 不附加条件 你附加条件 就让很多人家在琢磨着 这里面有附加条件 但是 这种信心的心态 就是自信信药 欲生 就是讲 信愿 这个 这两个字啊 对于我们 现在的众生来说 也不是很容易的 主先自信 自信就是自成心啊 你这个念佛求生 净土这种事情 你这个 燕尼娑婆 心求极乐的 这种事情 是要你自成心去干的 你的自成心 要体现在 你的身口 一三叶里面啊 你的身业 要那么自成的 顶礼阿弥陀佛 要那么 要在那种 这个 求往生的这个事业上 道业上 灌注你的生命啊 你的口业 要赞叹阿弥陀佛 要称念弥陀名号啊 不是一天到晚 讲人我是非的事情 讲事件的事情 你的意义 要思维弥陀的本愿功德 思维弥陀的光明功德 思维弥陀世界的庄严 不是一天到晚 都是想到世间的 这种功名利路啊 如果你这个 每天身口一三叶 都是在世间法当中 去盘缓的话 你这个自成心就有水分了 因为我们繁复众生 一般来说都是虚假性在起作用的 很难做到自成心了 所以为什么鲁家讲这个八纲目 你格物自知诚意呀 他要经过一番修心养心的功夫 才能做到这个成这个字 一般的我们都是虚假呀 讲假话呀 做坑蒙拐骗的事情 自欺欺人 所以就这些 我们繁复众生的这种 裂根性 有时候在净土法门 就会显现出来 他不真诚 这就像善导大使一句话 就外献贤善 精进之相 内怀虚假 外面显得他很慈戒 很修善 很精进修行念佛 这个修道人的样子 实际上里面是虚假的 他是做给别人看的 在那种公众场合 正儿八经 这个口里念念有事 没做了 等人一走的话 睡觉了 什么什么 就是他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自成心 能不能做得到 自成心 厌离 说佛心就极乐 但我们看到 有些学佛人很有意思 大家可能是由于生病了 就来学佛 生病的时候 他就想到 哎呀 赶紧要念佛 等到病好了 对不起了 他要干他世间的事业 他要看电视 他要搓麻将 他要弄吃的 弄吃的 过段时间又不行了 身体不行了赶紧念 念好了 又玩世间法 他就是这个 这就没有自成心了 自成心 这个 是这样的 然后 自信 你这个信心 是纯净的 是不夹杂的 是没有怀疑的 首先要相信自己 历障深重啊 罪恶生死凡夫 靠自己的力量 解决不了问题啊 然后要自成的 自信 阿弥陀佛 四十八大愿 决定能救我啊 他的微神 悲心 无以伦比啊 无论我们是什么情况 我们 他都能救我啊 自信啊 现在很多人提到 很多问题啊 那 临终的时候 我这一念 没有在阿弥陀佛上 能不能往生 我没有 功夫成片 能不能往生 我没有禅定 能不能往生 我没有 打开元解 能不能往生 当你产生 这些疑问的时候 你就跟自信 就有距离了 你就没有自信了 自信 你就要从前面的 大愿了解来看 阿弥陀佛 五大节的思维 无量节的 急功累得 对有一些众生 都等同子女 他的整个的法身 报身 功德 都在我们的念头里面 他完全知道 我们的总统 念造情况 他一定能解决 我们的问题 你还担什么心呢 你还担心 你临终的情况怎么样 这是我们 所能担得了的心吗 这阿弥陀佛 跟我们已经 解决了这个问题 你得要有这个 要信到这个程度 所以这几年 我老是听很多人 表示这个怀疑 他总是忐忑不安 临终这一念 一定要在 阿弥陀佛名号上 才能往生 不在名号上 就不能往生 他老是被这个问题 所困扰 所以他就在想 我一定要临终 一念在阿弥陀佛上 实际上 你被这个问题 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永远也不能 做百分之百的肯定 你临终这一念 就一定在阿弥陀佛上 别说一般的人 就是大修行人 他不能保证 因为众生的念力 不可思议 谁知道自己 或者坐过飞机 就掉下来了 坐过汽车 就出车祸了 你好好站在这里 一个地震 如果八级地震 崩了下就在我们这里 我们都不倒 倒震事了 天灾人祸 这一念 可能我们是念 可能这一念过来 不一定最后一念 就在阿弥陀佛上 再加上生了重病 那种病得很折磨的时候 你就说你重病 你那个都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法障菩萨因地 肯定看到众生的 这种情况吧 临终的困难 最需要困难 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阿弥陀佛一定会帮助 他就把我们往生的方法 预先给我们准备好了 要知道前面讲的 欲垂嫉妒 一方面是法门在 这个正法末法的 欲垂嫉妒 另一方面就是 临终接引的时候 他预先都准备好了 一定要相信 这个预先准备好了 这一点就不可思议 所以我常常讲一个例子 我要再再上去讲 就是印光大师文超讲的一个 居士 他汇报一个什么情况 说有个车祸 晚上 车祸 晚上开车 司机喝酒 这个车就一下子 掉到悬崖峭壁下去 下面是一个壶 掉下去 四十多个人全都死了 包括四几 但是其中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却坐在岸边 奴罪奴痴 因为第二天早上 大家去营救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死了 就她一个人坐 坐在岸边 所以就问她 你怎么坐在岸边 你是不是车上的 她是这个车上的 那这车上你怎么没有死 你当时怎么出来的 那个女人说不知道 她就是 但是她是事实 所以这个事情 当地的新闻报纸都做了报道 报道以后 所以这个孟安居士就 在报国事就把这个事情 就跟印竹禀白 这是什么原因 印竹当时没有回答 等到傍晚的时候 就让侍者递了个条子 上面写了几句话 说 这个女人命不该死 盖世佛天鬼神 预先将救助她的方法 准备好了 想必如是 就这几句话 这几句话传达了一个 很惊心动魄的信息 就是这个供业里面有别业 这个女人 就是不在这个灾难当中上身 她有善业 她不会死 不是死 那佛天鬼神 就把救度她的方法 提前准备好了 可能这个车 滑下去的时候 她就背一股 背一股不可思议的一辆 扬到了岸边来了 扬到 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扬 扬出来的 总之她出来了 她没有死 这就是不可思议 那一个女人 这救度都 佛天鬼神都能为她准备好了 使她 她靠自力 这时候想解决是问题 根本不可能的嘛 都来不及她思维的情况 都摘到悬崖峭壁去 还有她思考的余地吗 肯定就是的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她出来了 好 那么你说 阿弥陀佛五大节的思维 五两节激光累的 就是对信愿 持民的众生 这种事情 要预先做保证嘛 她就预先 给我们准备好了嘛 预先准备好了 无论我们准备个死法 我们一定往生嘛 如果对这个 欲垂救度 不能相信的话 你这个自信 是有折扣的 是有问题的 如果你能达到 这样的自信 你就放心了 知道吧 所以这个自信 她 有这个自信 她当然就欢喜 就快乐 安心了嘛 安心就安乐了嘛 这就是乐 有这个乐 她有对这个 娑婆世界苦恨无常 这种艳离感 由然而起 对西方极乐世界 那种清净庄严 一往情深 她的欲生 就是愿望深的心 她起来了嘛 在这样的一个 自信信 要预生的背景当中 你哪怕念十声 念一声 都能往生 她是这样的表达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圆顿的 就完全从 信愿下手的 一个往生的方法 那么 但是对那些 造作五逆重罪 同时一诽谤正法的 就不在这之列了 其实造作五逆重罪 她临终能忏悔念佛 也能往生 但诽谤正法 她就没希望了 诽谤正法 就没有信心嘛 就缺少自信信 要预生的 这个心理条件嘛 诽谤正法 连佛法都不相信 不信轮回 不信有佛 不信有净土 她当然不会发愿 求生 其放极乐世界 她是符合逻辑的 好 再看这个第六 请修我阶阶语愿 就是 使我成佛的时候 十方众生 发起上求佛道 下发众生的菩提心 修持六度万恨 种种功德 以此功德 自成回向 发愿 余生我过 此人灵寿中 使我以净土甚重 环绕此念佛人前 劫引往生 如果此愿不对现 便终不成佛 这个就集中在 这个 往生这个 有十八愿 十九愿 二十愿 这十九愿 还有二十愿 就是 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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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生 细念 名号 执重德本 往生的 对这三愿 大家有很多的讨论 实际上 这三愿都可以面对 不同的根基的众生 来施舍的 在这里也不能去分一个 优爹高下 说十八愿就是最殊胜 就往生到暴徒 十九愿 二十愿就好像很低下 只能往生到化徒 没有这样 从愿文里面 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不要去 这个妄加区别 实际上 十九愿 他所反映的 这样的修行人 还是很了不起的 他能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这是什么概念 这是上根立志 才能发得起来的 而且他在 菩提心的引导之下 能修行 种种的功德 利益佛教 利益众生 种种功德 能让他对这个法门 也有绝对的相信 能够自行发愿 也就具足生性 发愿 预生我国 所以这样的人 那肯定 阿弥陀佛是很欢喜的 他真的还能做 如来的使者 大逢佛化 因为我们的 进度中祖师 每个祖师 都是符合这个条件 发菩提心 修足功德 自行发愿 你不能把这个 看成是低的 这个反而 它是很了不起的 所以阿弥陀佛 与菩萨圣众 环老 这样的念佛人情 接引他往生 当然就 接引这一点 也是同九品的 阿弥陀佛 对所有往生者 都是来接引的 这个接引 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这个 灵命中时 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无量节以来 乃至今生 我们从涅滴的 这个对比来看 我们的恶业 是多于善业的 所以我们灵命中时 讲这个死苦 如生归脱渴 那个身心 这个非常的恐怖 一生所做的善恶的 种子全都翻起来了 这时候灵中的时候 你看就种种的障碍 或者信念妻儿子女 或者发狂 或者吃了一生的树 他要吃肉 等等他都会出来 听了很常时 佛号 或然他不想听了 等等这些 所以这些障碍 其实也都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众生 三个道的种子太多了 所以灵中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说 如如禅定 义不贪恋 心不颠倒 这个出现 还是要佛的加持 才能出现的 不是说我们修行 修行几十年 就有能力达到 这样的水平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需要佛来加持的 是需要佛的帮忙的 所以佛 灵命中时 一观音世志 就拿着连台来接引 连台实际上是 观音世志拿的 他有时候表现是 两个菩萨一起台坐 实际上有时候是 大师志菩萨拿连台 观音世志菩萨拿净品 来撒干露 阿弥陀佛呢 他是站在远一点地方 来放光 或者摆好光 或者手上的光 来加持 这西方三圣来共同来完成 让众生的神师 到连台里面 这种事情 我们自古以来看 很多的雕塑 包括画像 那住这种事情 西方三圣 那种神情是非常专注的 法界之大 这时候就是专注 这个念佛人的神识 到哪去啊 在这种光明当中 这个神识 再也没有逃到 逃到其他道的可能性了 紧紧地把它设住啊 为什么佛的光明 设取不设 设取不设 就是把你抓得牢牢的 不让你逃跑啊 这个就好办了 所以这个灵命中 再加上 如果我们都没有接引 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们都是很昏迷的 很颠倒的 如果临终念 你住念念佛海奥地 如果你到医院 再打点马飞阵痛剂 那就更颠倒了 那么这个 但是要到西方几楼世界去 第一是东南西北 怎么辨别 第二那个 十万亿佛萨师遥远的地方 也有很多很好的地方 说不定会误认 你看那个文昌帝君英志文 我就看到 他实际上在西州的时候 这文昌帝君啊 他就闻到了佛法 他的神识也就往西方走 往西方走 走到洞庭山的时候 那座山非常的优美 他就被这山的风景 所吸引 趴那下就坐到 这个山的山神了 你看看这多危险 多危险 就是靠自立去很麻烦 中间在过了42亿 有这个岔土 还有一个谢曼国 那个地方就更庄严 也是莲花 也是七宝为地什么的 很多人也中途在那停下来了 所以这个靠自己去很麻烦 就好像借我们一个 从来没有到过纽约的人 那你自己步行到纽约去 就很害怕 怎么走啊 是往南走还是往东走啊 搞不清楚啊 所以有从美国一个朋友 你有一辆飞机来了 那就好办 你坐上直升飞机去 他驾驶员他知道路就好办 所以我们这个临终阶营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出门很恐惧 不知道东南西北怎么走 不知道路 这个没有去过嘛 没有去过是很麻烦的事情 你别说远处 前几年都我们到上海 找一个地方 找一个设计院 就是自己开车去的 自己开车去的那个司机 他也搞不清楚 所以以后我们总结经验 一到了城里 赶紧找一个出租车 出租车在前面开道 我们的车跟着后面走 才能到着 有时候你就能将那个地方 说我们在哪个路 就是兜那个巷子 兜了半天 兜不到那个地方去 你说这么小地方都找不到 你说在法界距离 十万亿佛杀是遥远 你让我们自己去找 那不是无福爱在吗 虽然是个阿弥陀佛很慈悲 知道我们都有这种担心 也很难找得到 他就来接引 这接引是很重要的 众生是希望接引 他渴望接引 我一出门就能够坐上汽车 坐上你派来的汽车 或者飞机 或者船 他就放心了 如果你还让我走 我往哪里走 走不到 虽然你那个地方很好 好事好 我去不了 所以阿弥陀佛一定要解决 帮人帮到底 一懒之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念佛行人 好就好在什么 不经过中阴身 你念佛阿弥陀佛 灵命中时那个莲花一来 你只要神时一上去 莲花闭合 磐子间 就到了七宝池八宫的水里面 你就成菩萨了 你就是莲池海会的一员了 你就是阿弥陀佛的学生了 所以我们就是 阿弥陀佛临终救度我们的方法 预先准备好了 阿弥陀佛安稳地 让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 这叫万就万人去 第七个是 菩萨医生补助院 菩萨医生补助院 它主要是表达 快速成佛的一种方法 就是十方无量的众生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他就马上得阿弥陀佛丝 阿弥陀佛丝三种不退 实际上就是一生补助的这种 不同的称谓 一生补助是什么意思 就已经是 你只要到他方世界 哪个世界有缘 你一去就八项成道 就成佛 它是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这就成佛快 然后呢 还有些众生 他可能不想在西方极乐世界 等到一生补助 他悲心很切 我曾经发现 一去见阿弥陀佛之后 我就要回来度众生 这也可以 那回来度众生 阿弥陀佛给他加持 因为比如说来娑婆世界 来过来需要一点勇气的 因为这个世界 连天人都要逃跑 连一般有善业的人都要迁移 这个地方的众生太恶劣了 一个个都是地狱的种子 他要过来跟这些众生共事 那是太难了 你看世间摩尼佛 对一生那么亲近的佛 还得到那么多谣言诽谤 这个东西不容易 但是他悲心切踏过来 过来阿弥陀佛驾驶 让他披上红式的盔甲 就像一个种子 这个种子如果你落水 就会烂掉 腐烂掉 那么要加持它 有个保护层 这个种子在水里面就不烂 在火里面不被烧焦 那阿弥陀佛 为什么有必要见阿弥陀佛 见阿弥陀佛能够给我们一个保护层 我们才有资格过来 不至于堕落 要么没有保护层 我们就是落汤鸡 你说你过来堵众生 你被众生堵走了 说不是你到三个道去了 好不容易去一个西方极乐世界 回来还到三个道去了 那是得不尝试 所以这个阿弥陀佛 他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不让这个回来的人 跺三个道 不仅不让他回三个道 而且让他快速地圆满 普贤十大愿望 成就如来无量无边的功德 让他在修行佛法 圆成佛的果的当中 超越这种建教的 实地实作 是会像这么一个 四十一位的这个次地 而是顿超 顿然圆满普贤 十大愿望 顿能成佛 这就这一页 是反映了这么一个情况 不一定就像 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上讲 修行一定要经过四十一个阶梯 那么往生净土 就能够在念波推当中 顿然超越四十一个阶梯 在凡夫出发性的菩萨 很难修普贤十大愿望 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回来 就能够圆满修行普贤十大愿望 这就是快速成佛的意愿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大家可以看看 那么 这些愿都 核心愿都能够反映 这个大乘佛法 英国的法则 心尽则佛土尽 四十八大愿所包含的 无论是道德的价值 生态 环保 审美 音乐 建筑 都有着深刻的启示 道德上 它有一种同体的悲心 有一种无我的智慧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生存的压力 没有竞争 使它有一个更多的空间 先闲暇去修道 这个道业 那么我们了解这个四十八大愿 就是一方面了解阿弥陀佛的大慈悲性 了解这个法门的不可思议在什么地方 了解阿弥陀佛的大愿的指向 用阿弥陀佛的大愿作为参照系来教证我们自己的愿 我们现在也要发愿 但我们发现怎么发 最先我们要理解佛心 阿弥陀佛每一愿都希望我们往生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往生的愿要发起来 这就跟本愿对应了 阿弥陀佛大愿也告诉我们如何发菩提心 如何修净土的方法 我们虽然现在还没有那么大的心量 没有那么能力去实施 但我们也要种一下这个种子 也要尝试着发菩提心 建构净土 阿弥陀佛曾经有几个记者 这个记者主要是谈到建构净土的一种原理 绝了一切法 犹如梦幻想 满足足妙愿 必成如是差 就是他告诉我们 要觉悟了达一切法 如梦 如幻 如想 奴隐 这个实际上就是你建构净土 也首先要切入到 般若的空性 毕竟空无所有 但毕竟空无所有 还要满足足妙愿 从这个空性当中 升华出微妙的大愿 这个大愿就是不忍众生苦的 同体的悲心 显示出来的救度众生的大愿 你要去努力地去做 要满足这样的救度众生的愿 你这样地去做就必成如是差 就必然成就像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净土 所以原来我看这个记者就把西方极乐世界建构的原理 就有一个图示 一个是空性 经过愿的媒介 升起净土 它是要经过这么一个环节的 我们现在要了解这个原理 我们现在也要发起这样的心 我们现在对主法也要做如实的空性的关照 我们对这些苦难众生也要如实的升起大悲心 我们也要像阿弥陀佛那样 只要从空性悲怨引发行持 我们也要建立像极乐世界这样的刹土 来舍首无量无边的众生 正道大慈悲 出世善根深 这就是大乘原顿的正道 它是从大慈悲心里面生发出来的 或者说这种正道能够推动大慈悲心 这样就是一个出世法 令自己和一切众生出世 大乘的善根就生起来了 自己和他人都能够圆满大乘的佛国 这就是具足功德本受决当主佛 那么四十八大院是函示着法界圣神的奥秘 体现着真善美慧的智慧 我们常常要读读思维 四十八大院 这个轮机峡水 深入到我们的内心 转化为我们的知见 转化为我们的怨心 我们就跟阿弥陀佛更为亲切了 就如影随形了 这样我们念这个 修这个法门 就能得到更大的利益 好 时间到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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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